这有关系 因为什么呢 这个普尔啊 他治感冒 最近我感冒了 应该能听出来 但是我喝完了普尔之后 现在 我精神都很强 感冒好了吗 改了肺炎了 差不多了 一口吃上五楼 腰不酸背不疼 腿也不抽筋了 所以响业推荐 普尔真的存管用 不叫你别过来 我们让两位专家看一看 这种说的天花烂坠 给我们讲讲普尔 我们才知道普尔 是整个的大饼子 在树上接的 龙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吧 我也是听了他介绍 才知道普尔 有这么多的用途 这专家实在没准主意 肯定不是从树上接的大饼子 一般是普尔茶 我们说是从云南这个地区 在云南呢 尤其是板纳地区 这个茶非常的好 历史也很悠久 清朝的时候呢 有很多诗人还曾经写诗 赞颂这个普尔茶 那么普尔茶呢 它不是说长在树上 就是长成这个大饼子 肯定是长成叶子 叶子然后我们把它 蒸压做饼 压成这个饼的形状 那么我们说了普尔 有生茶和熟茶两种 那么生茶呢 是我们摘下这个叶子呢 没有经过这个窝堆发酵 做成的这个就叫生茶 生茶呢我们看起来呢 如果我们打开看起来呢 就会看到这个茶的颜色发浅 那个生茶 那这个颜色发深 这很显然就是普尔的熟茶 对 那么熟茶呢 是经过一道特殊的制作工艺 叫做窝堆的工艺 那么窝堆呢 就是经过几十天 这个堆积在那里 然后增温增湿呢 那么它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 然后我们把它再压成这个饼 再来喝 那么以前呢 我们说这个喝普尔茶呢 有很多人说它是能喝的古董 说它是可以存放几十年 然后再来喝 是非常的好喝 说的都是普尔生茶 经过自然陈化 那么我们现代人呢 觉得这个时间太漫长了 等不起 等不了 万一活不了几十年怎么办